阿根廷足球场出现了足球流氓 把观众推下看台活活摔死 阿根廷的甲祖足球联赛上 热血沸腾的比赛却笼罩杀人阴影 一名男子一路从看台上方往下奔跑 沿途不停地遭到群众出手攻击 根据了解 22岁的巴尔博 遭到足球流氓攻击 想逃离现场 却在逃走的过程中 从三公尺高的看台上被推落 头部直接着地 当场伤重不治 警方锁定逃逸的主贤戈麦斯 他是当地足球流氓组织的成员 死者的父亲表示 死者的哥哥四年前就是被戈麦斯开车撞死了 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四个人 将以谋杀罪起诉 最高可能面临34年的有期徒刑 记者 蒜蓉变异